不少移工朋友都会骑电动机车 因为需求增加 在哪里充电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而桃园大园区有一间移工宿舍 房东就在一楼设置了投币式的充电插座 但是因为没有事先申请 被检举之后房东是干脆把充电插座全数给拆除 但现在移工们又得开始伤脑筋 没有地方充电该怎么办 宿舍一楼停放整排机车 仔细看每部车都连接投币式插座正在充电 这里是移工宿舍 许多人需要地方充电动机车 但最近这些插座被检举全数拆除 反倒让移工一个头两个大 桃园大园区移工人数不少 许多移工骑电动机车 但因为机车停放一楼没地方充电 因此日前有民众发现 有移工会从楼上拉延长线下来充电 担心会有安全问题 这间移工宿舍房东特别在一楼设置投币式充电插座 两小时十块钱 但因为没有事先申请被台电要求改善 没赚钱又有疑虑 房东干脆把充电插座移除 但这下移工的电动车要去哪里充电 移工宿舍究竟有谁管辖目前没有确切规范但移工确实有充电需求 恐怕相关单位还得尽快协商 研拟法规与充电插座设置流程 以免充电真的发生意外后悔莫及 记者林柱强桃源报道